嗨 二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組合 今天驚奇王心靈因為浪姐三回一殺的演出 讓她翻紅 聲勢不斷上漲 但同為台灣女性的郭彩傑 卻好像沒那麼順遂 評價良極 甚至有網友直批 她現在要文化了 進播出她的首次公演 與趙孟 薛凱琪 張天愛一起演繹自己後 讓不少網友驚豔 而她也在微博秀出個人版的給大家小放鬆 別擔心 會讓經過你的未來 同天晚上再更新一則華勞影片 登場首次公演的心情 特洛茲琪的歌詞 曾讓她一讀潰題 也讓關鍵字 郭彩傑說 世界上最憾你的認識自己 等上熱搜 就是第一次的我在 乘風破浪的這段時間 第一次的被擊潰 而且是眼淚停不下來 我想當年郭彩傑以歌手身份出道 甜美驚心的風格 也曾成為台灣的少男殺手 後來卻因為醜聞纏身 始終撕不了被貼標籤 才漸漸將演藝中心轉離台灣 多年來她的形象也有很大的轉變 前衛的妝法和音樂 雖然讓人耳目一新 卻有不少勞憤的酸民 一時接受不了 姐已經36歲了 2021的時候做LIFEHOW學院 但你不知道沒關係 我來找你了 郭彩傑在節目中依舊風格鮮明 更以一首我有一顆蘋果 念白師的演出登場 雖然讓不少網友看了Busasa 但堅持做自己的郭彩傑 也是又缺了不少粉的 讓我看一下 好多按理 我替大家看 我還快想到 宣告 謝謝